今天不但是开工日 同时也是台股修饰12天之后 首次开盘大涨超过了500点 中场收在15493.82点 台积电开盘也上涨超过了7% 收在了543元 专家就分析了 台股在修饰期间 美股表现是涨多跌少 半导体科技股的走势比较强 带动了台股 也让市场看好台股第一季行情 金兔年开工日台股开红盘 历经修饰12天 首开盘就一飞冲天 大盘以15291.53点开出 一路大涨超过500点 台积电开盘更是大涨39元 涨幅超过7% 来到542元 一路邻居电子股全面上工 市场看好台股这波涨势 很好啊 应该是都会看好一点 兔年开红盘 中场大涨560.89点 收在15493.82点 还冲上当日最高点 收付年限15381点 台西电以543元作收 专家分析原因 全球股市重返牛市行情 截后资金回流 带动台股 年前有些资金 它因为时间风险的关系 它先做避险的动作 可是在年后的话 这些资金的回流 一个是台股在休假的这个过程当中 欧美股市它的涨幅是惊人的 在台股修饰期间 美股表现涨多跌少 半导体股科技股走势照强 台积电ADR更是上涨超过7% 目前认为说第一季台股其实是比较乐观的 那主要的话可能还是由半导体族群 这边领军上工 那后续的话可能还是要提醒一下 投资朋友留意 在进入第二季之后 财报会公布的时候 我想强弱会比较分明 台股虎年受升息消费者需求反转 以及全球经济动荡等负面冲击 全年下跌2741点 兔年开盘表现浪眼 也让市场期待台股继续出现 补涨行情 记者先周杰特报道